我们的感情走得很虚择 今年我们又重归于好 我以为这几年 他能变得成熟一些 但是他还是没什么改变 我有时做事会显得幼稚些 但是我孩子气和温柔的一面 只留给了他 我觉得这是爱他的表现 他总觉得我爱他爱得不够 而且还不太信任我 不会处理和印象的关系 跟他在一起 我特别委屈 我很在乎他 可能是我表达的方式不对 所以让他对我有了误解 我希望他能多包容我 和我一起维护这段感情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康24岁 来自山东 代业 有请 小静25岁 来自山东 舞蹈老师 有请 欢迎老妹 你们俩算是破镜重圆 这么说可以吗 可以 五年前谈过对吧 对 没错 谈了多久 谈了有小半年时间 后来就分手了 对 谁提的 我提的 为啥 因为那会儿我在北京工作 他还在山东上学 再加上他的脾气不太好 太幼稚了 然后我选择跟他分手了 那么怎么后来又在一起了呢 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 他又突然联系我了 然后我们俩又聊了一个月时间 我觉得又想起来我们俩之前的各种美好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呢 在一起之后 我之前觉得他那些幼稚啊 冲动什么的 我以为这几年的时间他可以去改变 后来我发现他非在没有改变 越来越严重了 就让我特别的烦 所以今儿就把他带这儿来了 对 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觉得他还可以抢救一下 抢救哪些部分 其实这样的主持人 就是我俩在一块呢 我是一个特别浪漫主义者的人 他呢 他就是一个特别不懂浪漫的人 就比如说今年西西的时候吧 那我就翻朋友圈 对不对 然后看着我闺蜜 还有我朋友她们 男朋友给她们准备那些小惊喜呀 小浪漫 带她们出去各种玩什么的 然后我就特别羡慕 我就等她等了一整天 就什么都没有等到 那你说我生不生气呀 其实西西节那天吧 我是给她准备礼物了 她之前想要一个就是净化液嘛 女生都爱梅嘛 然后也挺贵的 我记得 我给她买好了 那天我白天也有一些事情吧 然后我想晚上再给她吧 她没等到晚上呢 她就给我发来微信了 就是一张图片 还有一段文字啊 就是图片是就是 她朋友圈里嘛 她闺蜜的男朋友 带她闺蜜去哪玩了 或者送什么礼物了 文字就是说 懂的人不需要教 教到人他也不会懂 然后当天嘛 我就挺生气的 现在赌气嘛 礼物也没给她 赌气小孩子才玩的东西 你现在用到我身上是吗 你幼不幼稚呀你 还有一个事啊 就是前段时间不新出一款手机 她又特别想要 完了之后我也挺心疼她的 我也挺想给她买 但是我在北京就是北漂 你知道吧 我也攒不下什么钱 关键我还有三个猫要养 猫的开销其实挺大的 加上零食猫粮什么的 对吧 然后我自己就是说 买买衣服 我毕竟是跳舞的嘛 对吧 我爱美 一个月根本生不下什么钱 其实 真的对她这个手机 就是有心无力 然后因为这个事都给我生气 我并不是想让她给我买手机 知道吗 这个手机我就想 就示意的是她嘛 因为平时她总是就是 拿我跟她闺蜜的男朋友 做比较 那就是我心里就很没底 很没安心感嘛 然后我就想试一试 问她一下 她舍不舍就是给我买 舍不舍为我付出 就是即使她真的买了 我也不会要 我也会让她退掉的 不是你能不能成熟点啊 就这种东西能不能 不要用到我身 我不喜欢 还说我不喜欢你 我拿你做比较怎么样 那我那些小女孩的心思 我也用到她身上了 她不接招你明白吗 那不明白 就是我俩在街头的时候 那我想抱抱她呀 亲近她呀 一把给我推开了 不是怎么着 我带不出去门是吗 并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因为那是在老家的时候嘛 县城的人嘛 思想就不像大城市的 这个思想那么就是前卫嘛 对对对 看到了会有一些风言风语嘛 我也是因为想保护你 并不是说不想跟你 清清热热的 不是保护我 你说现在都什么世界大哥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那你看在北京的时候吧 你看我也没有拒绝过你吗 还有啊 主任 就我感觉我们俩 还有呢 很多呢 我就感觉我们俩就是社交圈 和交友观都不太一样 我的圈子 基本上都是我这么多年 接攒的一些人脉什么的 还有一些我同事啊 人脉又来了啊 对 他一直在山东嘛 然后就一些他的发小啊 一些同学什么的 就是都是练体育的 然后我有一次 跟他出去吃饭去 全部都是他朋友 我又不熟 他倒好 一直闷着头吃饭 理都不理我啊 跟他朋友谈笑中的 跟那儿喝 往上就特熟 其实他还喝多 那我那么瘦 他那么壮一个人 我扛他回去还得 其实我并不是想喝多啊 因为大家平时都也很忙 就是聚到一起时间 就非常的少 我们在一起时间非常有限 我就想能见到了 就想把他们陪好 让大家喝好了开心嘛 他说就是 我不照顾他这个事情 那确实是我不对 是我的错 我也是第一次 带女朋友出去 和我的朋友们吃饭了 我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啊 就是说我也可以改 因为不懂嘛 是吧 是 确实是 他还总说 我不带他去见我的朋友什么的 其实他脾气特别不好 我真是不敢带他去见见 你说我好不容易 积累起来的人脉 让你一下子一个脚石棍给我搅火 那以后我怎么在这个圈混呀 是 我也承认就是说 我那么多朋友里边有一个异性 可能就是说对我有点意思啊 他跆拳道黑带你知道吗 他还那么壮 谁拦得住他呀到时候 你就怕他们打起来是吧 我真是怕他们打起来 不会吧 不会 不会 我也相信他 但是他就是又不带我去嘛 我心里一会想到越多 又会没安全感 就是我又一直 越想去看看嘛 就是因为他脾气太薄 我真的不敢带 他口上说是 就是我相信你怎么怎么样 但是只要一提到 就人什么的 他立马就是那个眼神就变了 我就特别害怕 对呀 那别人喜欢你 他心里当然不舒服了呀 但是我已经跟那边人 撇清关系了 我就说我有男朋友了 就是我跟他保持很安全的距离 我过分的事情不会去做的 主任你知道吗 就是我个人感觉啊 他有点和就是异性 这些关系处理不是很好嘛 因为就是前段时间嘛 他跟我说他去看狗 中午我跟他开视频 就是旁边有个陌生的阿姨 我也没多想 然后聊一会儿挂了 挂了电话之后 我越想越不对劲嘛 我说你是不是去你前男友家了呀 他说是啊 那这个事我就非常不能接受 是这样的 如果解释一下啊 我跟我前男友呢 就是彻底断干净了 我去他家是为了见他妈妈 就为啥呀 因为我喊他妈妈叫干妈 这关系还挺复杂 就是因为我跟他接触的那段时间呢 就是他妈妈一直在照顾我 就把我当亲闺女一样对待 我想吃什么 给我做什么 你想我北方长时间 都是他妈妈一直在照顾我 然后就是有时候还会 帮我收拾房间 帮我洗洗衣服 我之前养了一条大狗 大型犬 我现在不是自己住吗 不方便带走 然后就放在他家养 就我干妈也挺爱狗的一个人 人家那么照顾我 就我总不能当个白眼狼嘛 然后我就回去看他一眼 我就怕他生气 我才没告诉他 我说我去看狗了 就这样行吗 他越是就是唾唾摸摸去 我会想的就越多 就是我完全可以就是 把你干妈这份感情 就是加到我的父母身上 就是我的妈妈也可以把你 就是当亲闺女一样看啊 对不对 那这都以后的事吧 等到俩结婚之后 我完全可以把你妈 当成我亲妈一样看 你没想过就是 你前男友的县女友 人家会怎么想啊 那我每次去的时候 我都会问我干妈 我说她在不在家 她说在家我就不去了 问个问题啊 以后你们俩假设结婚了 还带你老公去看干妈吗 我给我干妈看我她照片 我干妈还说 这条果是挺精神的 关系处得真不错这姑娘 对啊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放一边啊 先不说谁有问题谁没问题 你们俩现在听来听去 还在异地是吗 就是也不是异地吧 她有时候会来找我 我有时候会回去找她去 那不就异地吗 你在北京 对 你在山东 是 未来下一步怎么打算 就这么一直异地着吗 我肯定是想 让她回老家吧 和我一起吧 主任你听我说这事吧 就是我一直在北京 其实我有一个小理想 就想当一个舞蹈演员 她现在不是代业吗 然后她就一直想 那个创业就是做餐饮 我就觉得 她想得太简单了 她爸爸是做生意的 完了之后呢 我是想着让她 跟她爸爸学点经验 我就说你在餐厅打过工吗 你就说想做这个就做什么 你以为创业很简单吗 你就想让我回去 放弃我的理想 跟你回去创业去 哪怕说你现在 创业有个框架 我都敢跟你回去 关键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敢吗 我就觉得吧 她在北京的话 我挺心疼她的 她每天工作还挺忙 有时候回家特别晚晚上 还赶不上吃饭的点 有时候早上还洗特别澡 然后我想着就是 在北京的话 你总要回来的 落叶要归根的 落叶归根 真的 这个晚回不如早回 咱们俩在一起吧 开个店 共同奋斗 共同努力 大家也知道 我之前就是 在学校是体育生 我也吃过很多苦 所以我并不怕吃苦 创业开始 肯定就是 不会那么一帆风顺 肯定又需要经历 整整磨难吧 就我愿意和她一起 就是慢慢地走下去 我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你可别说了行吗 主任她是有私心的 她就想让我早点回去 跟她结婚 我还年轻 我还有自己的小理想 我不想结那么早婚 听明白了 有私心 有私心也对啊 人家想娶你有错吗 姑娘 没错啊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理想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不想那么早结婚 她也还年轻啊 对对对 要么你就跟你爸 是吧 学点东西 学点经验 要么就是 他有一技之长呀 他台湾到黑带呀 不是你来北京发展 你怎么着 你随便找一份工作 你可能挣得比我都多 咱俩以后也是天天在一块 那以后我跟着你吃香 喝辣不好吗 去北京总是要回去的 现在回去 比以后回去 我感觉要好很多 我不想回到 那个小县城里边 这大毛病都说完了 还有其他的毛病吗 还有一个 来来来说说 还有什么毛病 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们俩谁的错 所以说想来这儿呢 也让大家帮我们看一下 你说说说 就是上个月我过生日的事 谁过生日 我 平时往里来回跑嘛 我以为他会偷摸来北京 我就装得不是那样子 给我一个小惊喜 对吧 给我过个生日 结果我等到我生日那天的晚上 我都没等到他的信 我特生气 又吵架了 因为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前段时间医院检查有些疾病 就可以说是非常严重了 他生日当天嘛 我带我这个朋友啊 去医院就是做检查 然后治疗 给医生研究治疗方案嘛 我确实就是焦头烂额了 没有估计到他 就是我想就是 以后你每个生日 我就会加倍对你好 还不行吧 那是我们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 我就问你 你那几天不开心的时候 跟你开视频 我有没有安慰你啊 好听的话我都说尽了吧 我都那样对你了 你就不能分点时间给我吗 确实是我的错 因为我这个朋友啊 确实对我挺重要的 我知道他对你很重要 那我对你不重要吗 我想就是你要分清楚 就是咱们以后 你也有很多生日嘛 但是他情况就是 非常不容乐观 他跟我不是亲兄弟 但是比亲兄弟还亲 理解 理解 那我也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你理解我的心情吗 那我朋友问我 你男朋友怎么怎么样 你男朋友怎么 我还在帮你打圆场 我说我男朋友 给了我小惊喜 我就不方便给你们说了 那你知道我回到家之后 我心里有多失落吗 确实也是我不好 那你以后每个生日 我都会好好陪你 陪你更好好不好 先为我能提问了吗 可以 去北京几年了呀 六年 理想就是做一个舞蹈演员 现在还不是舞蹈演员吗 我现在是一个舞蹈老师嘛 你指的做舞蹈演员是 怎么就算完成了你的理想了 怎么说呢 其实也是像 就是站在大舞台上那种 当多久打算退休呢 只要我还能跳得动 我就不退休 就一直在北京待下去了 也不是吧 看我心情 特别喜欢他 是 就想娶他 是 去北京啊 其实我个人也有考虑 但是去北京就是工作嘛 仅仅靠工资养活不了一个家庭 我感觉 喜欢你姑娘什么呀 我喜欢她的全部 喜欢全部怎么还分了那么久啊 不是我想分呀 所以她说分就分 她说合就合是吧 也不是 我肯定会 她说分的时候 我也会就是网留她嘛 实在网留不了了 包括所有联系房子 全部拉黑了 那找也找不到人 姑娘其实在这个期间 也曾经爱上过别人 那段为什么结束啊 因为她会跟我动手 她不会吧 她不会 她不卡 完了之后 她就是把她所有的温柔 都给我了 所有的温柔都给你了 对 那还不行啊 所以我来这儿 想抢救一下她其他的毛病 她其他的毛病抢救完了 她干嘛还跟你呢 姑娘 那这就是她的选择了 那你把她归龙起来 让她改什么呢 把人身上的质朴 恋爱的经历少 女孩子 对兄弟的情义比较重 处事的青涩全改了 那她还是她吗 不是她了 我知道她人也挺好的 对啊 我只想让她就是 按我的方式改变一些 为什么要按你的方式改变呢 我特好奇这件事 那她也想按她的方式 让你改变 你可咋整啊 我也觉得 我已经忍她很多了 都忍了 喜欢她 是 真爱她 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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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为她改一切 可以 可以是吧 接下来就交给老师们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判断一对情侣爱还是不爱 就看他们之间的矛盾 是伤钱的矛盾多 还是伤心的矛盾多 在家乡的马路上 想跟你抱着亲一下 男生把女生推开了 女生伤的是心 这跟钱没关系 男生想用那新手机 想买一个 是假装想买 到最后 女生拒绝 那手没买 这钱就没花 这依然是男生伤心的事 女生有一个潜在追求者 是男生伤心的事 女生管前男友的妈妈 叫干妈 是男生伤心的事 过生日了 到了晚上 你都没想起来 女生伤心了 还是伤心的事 说到工作 男生想在济宁 做个餐厅创业 是为了你们将来结婚以后 落叶归根 能够负担家庭 女生想让男生来北京 你们俩就能在一起 这件事谈不拢 还是你们俩伤心的事 一对男女如果不爱了 比如说离婚的时候 都在那谈 怎么分财产呢 您二位站在 爱情保卫站现场 为了这么多伤心的事 掰扯到现在 我觉得你们俩 真的还挺爱的 既然爱就好办 爱情其实蛮脆弱的 在某种程度上 因为它是两个 没有血缘的人在一起 为了共同的爱 和未来共同的生活 而付出的努力 如果这份爱没了 无论是因为心凉了 还是距离太远了 还是现实打败了你 心中对爱的憧憬 说没就没了 我觉得你现在离它 挺远的 可能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想亲亲抱抱的时候 是有一份小情 小爱在里头的 当你在北京的大舞台 你还梦想着更大的舞台 去让自己绽放光芒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心是大的 它只在你心里 一个小小的角落 它的份量 只有那么小小一点 它不足以 让你为了 这一份小小的心和情 决定和它并肩携手 你刚才还嘟囔了一句说 我不想回到那个小县城 是啊 因为你的心和你的梦想 在更大的舞台 可能你现在没有遇到 和你在那个更大的舞台上 能够并肩起舞的人 所以它的温柔还在打动你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呢 在那个大舞台上 有一个人说 我很喜欢你 我依然对你很温柔 我和你在北京 一起在这个大的舞台上共舞 我是捏把汗的 男生比如说 他做的这件小事 让你不愉快的 你过生日的时候 他照顾兄弟了 我觉得他是相对单通道的人 他很简单 我做这件事情 我很伤心我兄弟的病 我就没有顾上你的生日 不是不爱你 是就是没有想到 不是因为爱你不够 而忽略了你 是他满脑子就充斥了别的事 这是他 他可能能力没有那么强 但他爱是够的 我觉得你的能力挺强的 你可以在北京 所谓的结交很多人脉 还要去憧憬更大的舞台 能力是强的 但你对他的爱是弱于他的 因为你相对是多通道的 你可以在北京吃饭不带着他呀 你说他脾气暴 或者他带不出去 只有一个漂亮的皮囊 没有一个和你在大舞台上 起舞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在此时此刻 你们人生发展的际遇当中 是不对等的 是不平衡的 我不知道你们在 异地一个两三年是否会好 可能我们年少时候的爱 在此刻真的不足以支撑 你们的未来 所以何去何从自己掂量 我是不看好 当然散也散不了啊现在 但不在同一个轨道上的两个人 就像平行线一样 会越走越远 顺其自然吧 有两个问题 我希望你坦诚地回答我 你拿自己的男友 比过别的男生吗 比过 这非常幼稚 人有千百种 一山根比一山高 有得比吗 只有幼稚的人才会去比 你把前男友的妈妈 发展成了你的干妈 非常幼稚 你让她情何以堪 在这样的一个神操作面前 如果说你纯粹 是认为 她的妈妈和你很合拍 你 认她做干妈 这是幼稚 除非你有别的想法 我没有任何想法 对 那就是幼稚 还有 她确实 在您生日的时候 没有敢来北京给你过生日 而在照顾自己的兄弟 你认为这是幼稚还是什么 我觉得她心里 她兄弟的位置 幼稚会高一点 在这样的一个好兄弟 患了重病 她也知道自己的女友生日 但是她选择了 全力以赴 去帮助那个好兄弟 这是重情重义 她这一点合作自由 我刚才听到了 你不停地说 是我错了 我以后改 是我错了 我以后改 难道真的是她错了吗 不是 是因为她在乎你 在你们的这一段 情感当中很明显 我用两个词 你认不认 一个是冷浪 第二个是迁就 这是你的常态吧 是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她心中真的爱 一个男人愿意这样 你还能说她是幼稚吗 这种幼稚 让今天电视机前 多少的女生 羡慕啊 今天还来呼救 救谁啊 救你啊 医生救不了你 我们更救不了你 请你自救 我认为 你们俩在一起有难度 难度在哪儿啊 因为她的梦想是大舞台 你的梦想是小县城 你回来结婚 能不能在北京结婚 你想照顾她对不对 是 到她身边去啊 到她身边去啊 我们俩有 一个月中 有十五天会在一起 为什么那十五天不在一起 因为各有各的 事情需要忙啊 你在忙什么 我是这段时间 才开始就是 准备我创业的事情 这段时间是多久 在三个月 三个月吧 那那九个月 在干什么 我之前是做 成员道教练嘛 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问的是 为什么不在一起 是你有工作在做 在小县城 他有工作在做 在追求大舞台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 这个非常重要 你是想结婚的 对不对 是 拿出行动来 不能嘴上说 什么都是我的错 对不对 有些是你的错 有些可能你觉得 不是你的错 但是我承认了 这事都能过去 但恰恰这就错了 为什么给我的感觉是 你不是那么积极主动 为什么嘴上都是你在说 我错了 我错了 为什么你就不愿意 迈出那一步呢 姑娘很明确 我有理想 我现在不想结婚 我想浪漫 你知道他为什么 想浪漫吗 不知道 因为他孤独 因为他孤独 这就是为什么 他要认那个干妈了 因为没有人在北京 这么对他好 你是照顾你的兄弟 没有问题 他过生日 一个问候都没有吗 你可以不给他惊喜 但至少说生日快乐吧 是我的问题 我会改的 走出你的小县城 跟他一起 证明你真是爱的 否则我认为 就是换问号而已 你有你的规划 他有他的规划 如果两个人 都不做出牺牲的话 那肯定站不了一起 就这 今天可能 我跟你们四位看法 都不太一样 俩小孩 什么叫他能处理干净 明明知道这个男生 是追求过你的人 现在还在你的生活圈子里 还跟你平凡地聚会 还聚着会 你现在男朋友说 我要去看一下 你怕他跟他们动手 那本身就是问题嘛 边界不清嘛 就这还傻呵呵地说 我改 你改什么呀你改 我们先说错在哪 我们再说改 因为其实你们之间 没有什么对错 只是对爱情这件事的理解不同 有啥对错呀 你那个理解肯定有人欣赏 你找那个欣赏你的人 你为什么非要拧巴他呢 不就是帅嘛 这个是拿得出手的嘛 他除了这个容颜 能拿得出手 他现在还有什么 能让你拿得出手的呢 没有啊 不懂浪漫 没有事业 对吗 还有啥呀 爱他啥呀 你也特奇怪 就爱这个女生 爱什么呢 他所有的都爱 所有的都爱就对了 你应该去北京陪着他呀 说明你还是不爱嘛 真的爱是什么 我过生日了 他兄弟病了 可能是我给他一个惊喜 我们一起来过生日 你兄弟还在 我陪着你 你这么多天辛苦了 这是爱呀 这是成熟啊 你不是说他不成熟吗 你没做呀 反而要求说 你必须得来看我凭什么呀 男生也是一样啊 谈恋爱的吗 是你至亲的人吗 生日连问候都没有吗 说得过去吗 这一年多 幸好没在一起 我估计你们俩在一起 早分手了 恰恰是异地 还让你们还有点新鲜感 真喜欢吗 真的很喜欢 行吧 喜欢就在一起吧 多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不是不愿意 跟你回小县城 我也不是不支持你做餐饮 我只是觉得 你现在什么都不懂 你可以去跟你爸爸 学习一下怎么做生意 然后慢慢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然后可以跟你回去 我并不是说 现在非要你回来 我只是想着 咱们俩在一起 面对有很多东西的时候 会比我一个人强很多 就是我知道你比我 你社会经验比我足 懂得也比我多 所以说我想 你和我一起会更好 我感觉我们两个人 之间存在的问题真的挺多 刚才老师也说过 我也明白我自己也有错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 请回 谢谢 请回 接下来就是预测环节嘛 雷老师您先预测嘛 我认为他们两个都会双出 因为刚才在真情六十秒的时候 那个男生朝着女生 啪地挑了一下眉毛 我估计他们两个是会出来的 但我觉得今天出来 日后也会分开 我认为两个人出来是必然的 他们两个人还真有可能走进婚姻的 我认为他们能出来 但是我和雅老师看法是一样的 不乐观 来吧 我们来看看结果吧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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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请亮灯 最后啰嗦一句啊 跟干妈说拜拜 殷亲关系随着殷亲的结束 关系就结束了嘛 所有的这个都会断掉嘛 何必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呢 好吗 谢谢你啊 请回请回 我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去 祝福他们俩在一起幸福 但是我特别愿意发自内心的祝福他们 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